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我念文科的人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还好很简单 只要有专业的人员 虽然我没有做个人的事业 但是其实我很清楚 如果你财务 怎么说你都是要缴税 我就曾经搞不清楚 我先生也是在教书的人 睡觉出去你就知道这个国家 不管哪个国家 睡觉出去之后 其实你想拿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不贪就一年 结果叫到一阴 如果叫到一阴 叫到一阴 自己又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想今天 我们能够集结这么多的同业 同道 一起愿意 在我们民众 或者是各公司行好 不是他贪心没错 因为这些人已经是专业到 贪心对他们来说 是本来就 静静动动 比这些非常 已经很常态的事情了 但是呢 在这一块大家集结大家的力量 来做一些付出跟专业的指导 我想这个是大家的福气 那尤其我们当民意代表的 我在这边郑重的 锦绣是要让我当顾问 我说刚好他这个会 可以当我的顾问 因为其实我们民意代表 常常会遇到很多人 来请求协助 那这一块呢 真的我们紧张 给他聊一波换 所以我在这边要先 拜托各位李坚士 拜托锦绣这边 不但呢 是各位的最好的朋友 未来也是大家 最好的专业的谘商 感谢各位 祝福大家今天这个 顺务的这个协会 能够成立圆满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他们未来的表现呢 是会让我们大家呢 不但感恩 感谢 而且广目相看 看到他们的表现 再也祝福大家 这么两个天 给予这个协会呢 最大的温暖 也给他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能够有成立这样的一个会 予有荣烟 感谢 Lola 谢谢 我们先颁证书 因为我们想拼那个立法委员 江慧珍小姐 当我们的那个长颜的顾问 谢谢 要有求必应 要有求必应 我要有求必应 我说是要求必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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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掌聲淡一點